稳重的步伐充满力与美的动作 虽然已年届古稀 却仍然力拔山西气概式 这位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中国武术史的传奇人物 一代宗师苏玉章 出生于1940年台南县东山乡 苏玉章师傅在七岁时 便追随张德奎大师研习武艺 之后陆续拜师于魏孝堂 李源志 李坤山 刘云桥等武术大师 长达三十几年 滋滋酷酷获得大师真传 喜得全数精湛深奥的武术精髓 并将自身武艺承受后人发扬光大 我最主要是唐狼犬 因为从小的时候练唐狼犬 那练的唐狼犬我是练五种 所有的世界上 所有的唐狼犬就五种 这五种我都会 再来就是和李老师练了 八级皮刀 所以在世界上来讲 八级皮刀唐狼 是我开路线的 我们先打出去国外的 反对教室漂亮 却须有其表的样板武术 苏老师是传统武术的捍卫者 致力于保护中国传统武术文化 最主要我教的不传统的武术 就是那种现代改变 然后跳来跳去的 普通武术它最主要练的是 一种保护身体 保护身体的话就可以保护国家了 这都比较有战斗性了 就是每一个招呼每次 你就真正要打人了 手不是在表演 将武术精髓的传承 当作一生的使命 教授指导的门徒不止在台湾 更在世界各地开支散业 光是现在正在学习的学生 就有三万余人 来自二十几个国家 传授的学生 在世界各地武术比赛 获得多项胜利 其中委内瑞拉级徒弟 更于1995年到2002年 连续七届拿下国际泰拳 擂台搏击赛冠军 老师也因而获班 缔造世界纪录师傅的奖牌及证书 美国德州也将2008年4月5日 定为苏豫章日 这位来自挪威的Marit 是苏豫章师傅的得意门生之一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特别人 基本上是因为我跟他生长了 我开始跟Makasu 当我14岁的学习 因为他有很多年 他有很多不同的学习 开朗的歌声 愉悦的气氛 这是晚间和徒弟们 聚集闲聊的时刻 苏豫章师傅 将每一位徒弟 视为自己儿女 对每一位学生来说 苏豫章师傅 是最值得尊敬的言师 慈父 他就像我父亲的父亲 每次他去到哪里 他一直在帮助人们 他有很好的心 他一直在想到学生和朋友 他一直在帮助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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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奔走世界各地 为发扬传统武术 尽心尽力 在2010年回到台湾 希望将苦心搜集的秘技全谱 自己一生绝学 尽数传授给台湾后颈 因此在各方协助之下 台湾大东山八级门 国际武艺协会成立了 并于民国100年元月初 举办了国际八级拳观摩比赛 我们要做一个规划给人家看 我们比赛的方式不太一样 今年办的这种方式 我们一起下去 继续下去 我看妈妈老门 在国的国术 这种团长国术 在这有救 将自己所学带回家乡土地 使其再次炸根萌芽 苏玉章大师 以完成新火相传为使命 为了提升台湾国际武术领导地位 努力不懈 原来规划就是说 训练人才 所以我的规划就是说 发行我们这个团体 以后发展开一个学校 好像现在有少年宿 有少年宿的学校 武藏和武藏商的学校 那我将要专门的学校 所以你们很信任 比如说自己爱好 台湾国家 中国鼓出的前美来比赛 还有男人的学校 就这样 我的力量重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